那一夜小鱼用黑丝和果冻点亮了心如死灰的我 他改变了我的生活顺便毁了我 不否认我有轻微恋族品 但爱上他并不仅仅是剑色起义 还因为同命相连 北漂的第三百天我终于帮公司从零到一 做起了一个百万粉丝的大号 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 我拿着计划书找到老板 还没开口老板擦着自己硬着 SIM字母的高尔夫求干说 小千这个号我打算放到上海做 老板后面说的我都没听 只看到他一张干燥的脱皮的嘴大开大合 总之我有两个选择 一去上海继续负责现在的业务 选这个就是往火坑里跳 上海领导派自己人接管业务 我就等着失业 二留在北京转岗 选这个又要从零开始做项目继续卖命 老板抿了口茶 你好好考虑下我微笑着点点头 好的万丈高楼平地起 小丑竟是我自己 我背起电脑到楼下便利店买了包爱喜 坐在东外邪街的马路牙子上抽烟 此刻我无比怀念远方的朋友 我打电话给金三角的阿灿 兄弟我也想去找一页两千的爱情 阿灿喘着粗气刚加了个钟 我一会儿回你 这朋友不要也罢 我把手机放在路上 决定坐在马路牙子上抽完这支烟就回家 公司在东直门地铁站旁边 我在左家庄租了的单间 酒坪里两千八百元一个月 每天不行穿过东外邪街上下班 路边的草坪都是北京土著宠物们的排泄物 就在我准备暗眉烟头起身回家时 我听到咔嚓一声 一双精致的亮黑色高跟鞋杀进我的视线 仙桥的脚踝紧致的小腿肚被黑丝包裹 她的体温通过视线传递到我的眼睛里 着烧感从眼睛蔓延到整张脸 我的视线刚滑到膝盖上部 她赶紧蹲下不好意思 我没看到你手机放在路上 我这才看清她的脸小嘴唇圆鼻头 瓜子脸戴着近视眼镜 扎着丸子头算不上大美女 但看起来也算干净舒服 我看着她的服装和脸总感觉有些眼熟 我摇摇头没事 正常人也没人会把手机放地上 后来她问我那天我是不是钓鱼泡妞 我说不是我坐马路牙子上抽烟 手机不好塞裤兜里一切都是缘分 你手机多少钱五千 可以分期吗 我想了想肚子不争气地叫了一声咕 没吃晚饭加班忘吃了 我也没吃边吃边聊吧 她带我去了一个小巷子吃麻辣烫 北京人叫脏摊 一圈桌子围着麻辣烫的锅 老板站中间不断往锅里放竹签串好的蔬菜和肉 时刻拿一盘麻将想吃什么 直接从锅里拿 吃完数千字结账 这是属于底层北漂的深夜食堂 我们每人点了一瓶啤酒边喝边聊 他叫于静四川人 刚来北京不久在附近一家粤菜馆做服务员 今天遇到一桌傻逼客人 非说他们做的砂锅粥不正宗 来来回回折腾了四次最后还拒绝付款 我这才想起公司附近有家粤菜馆 招牌是砂锅粥和俘乳空心菜 因为环境不错 我常常跟客户约在那里的小包厢 我也跟他吐槽我辛辛苦苦做了一年的号 傻逼老板要我让给别人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两个失意暗淡的北漂 在脏摊昏暗的灯光下 用自己的悲惨疗愈对方的伤痛 我答应了小于分期赔偿的方案 我们加了微信 约定每个月赔1K分5个月 分别前他去便利店买了两个大果冻 递给我一个 他说不开心的时候我就吃个果冻 这样就能开心他笑了不 这样贫穷的痛苦就会盖过不开心 为什么 本来我不开心的时候是要吃哈根达斯的 但是现在只吃的鸡果冻 所以必须好好挣钱才有资格不开心 这段也许是真心话 第二天我照常上班 老板在办公室撬着二郎腿打电话 我顶着黑眼圈喝着冰美食思考 该做哪个选择 我在微信上跟小于抱怨 我感觉自己像一头牛屠夫笑咪咪地问我 你是想一锤子直接抱头死 还是先打麻药再用十万福特垫死 挖屠夫养了皮卡 这位女士请您把注意力放在 已经被判了死刑的朋友身上 判了死刑你争取看看能不能变成死缓呗 我激动地拍打着键盘 我靠于大师无误了 我可以拖 一个月内只要接到北京的项目 肯定暂时不会掉去上海 我站在老板办公室门口敲了三下 门选哪个 老板我带着项目去上海吧 不过我想再争取一个月的时间 第一看一下这个号的商业变现的能力 第二现在这个号还存在一些运营细节 需要完善 老板没问题还是你想的周到 那我先跟上海那边打个招呼好的 回到工位上 我给小鱼发微信改判死缓了 恭喜恭喜你要怎么奖励 给你支点的本大师 晚上请你吃深夜食堂 这是奖励你吧 那请你吃完深夜食堂后 再请你吃果冻 我要吃哈根达斯 晚上我们约在脏摊小鱼 举着啤酒瓶会声会色 得跟我讲他在饭店的见闻 饭后我带他去买了一份哈根达斯 他说这个甜才能盖住不开心 我觉得这个甜和果冻的甜一样 因为你能买得起果冻 也能买得起哈根达斯 所以可以这么说 我只能买得起果冻 这么说就是酸了 那天晚上以后 我和小鱼更熟络了 我给他派园区的猫 告诉他美只猫的外号 他给我直播饭店的八卦 原配饭店打小三 经理勾搭女服务员 更多时候 我们像是对方的情绪垃圾桶 北京有二千万常住人口 但没有一个人 愿意驻足倾听你的声音 东直门地铁站 熙熙攘攘每个人耳朵上 嘟塞着耳机 生人物尽杂音物扰 人类的痛苦 可以没有回应 但一定要有人听见 有时候我和小鱼 同时碰到不开心的事 我们甚至自说自话 完全不看 也不回复对方的倾诉 只发泄自己的情绪 为了在一个月的期限前 找到北京当地的合作项目 我和手下的几位编辑 不停地跑去到找人脉 一直到距离交接仅剩十天 也没有看到任何希望 好死不死 因为长期加班熬夜 唯有出问题了 不仅间歇性胃疼 还整个口腔犯苦 吃什么东西都是苦味 我尝试买了一盒哈根达斯 到嘴里还是苦的 我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必须要做胃镜 才能了解具体情况 胃镜分普通和无痛两种 但是无痛的需要打麻药 必须有家属在场才能做 我从小怕疼 能做无痛的就无痛 我打了个电话 给我后天上午 要做无痛胃镜 必须要有家属陪同才能做 小鱼毫不犹豫 行我陪你去 北京本土的合作 依旧毫无进展 我不得不跟手底下几个编辑坦白 我们还有不到十天时间 如果事情还没有进展 去上海调稿二选一 两天后我和小鱼一起来到医院 医生问小鱼和我是什么关系 我正想说妹妹 小鱼抢在前面说 女朋友做完胃镜医生说 没有大问题 就是一日三餐必须规律 少喝碳酸饮料 过一阵子就好了 走出医院 我对小鱼说 死缓也快到期了 还有八天 再没什么转机的话 我就要去上海了 这么快就放弃了 要不要我给你加点动力 啥动力 你要是能把这个号 留在北京继续做 我就做你女朋友 八天后 我和小鱼同居了手机的账 自然就两清了 我成功地把这个号 留在了北京 还是带着原先的团队 做着原先的业务 不过靠的不是我的实力 而是运气 你在北京找到合作方了 没有 是上海的领导 把自己做死了 他写的一篇推文 原封不动地用了 别人好几段话被举报了 那篇还是品牌主头的广告 现在涉及具有索赔 已经被开除了 上海那边一片混乱 老板说先让那边吻一吻 暂时不放心业务过去了 小鱼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那你一定要小心 别犯这种错误 和小鱼同居后 我嘴里的苦味消失 每天早上有水煮蛋和面包 九平米的出租屋虽然窄 但是收拾得干净整齐 除了晚上办事的时候需要 担心声音太大影响室友之外 其他的我都很满意 小鱼向我生活的催化剂 不久后 我负责的号接到了一个 500强企业的品牌策划活动 我们通过这一次活动一炮而红 签约了一个头部MCN公司 从此商业项目不断 部门也从三个人扩张到了八个 薪资自然也是水涨船高 老板对我也越来越器重 两个月后我们搬家了 重新租了一个大开间 有属于自己的卫生间厨房 更重要的是晚上再怎么 放肆也不用怕影响其他人 和小鱼同居后 我才发现粤菜馆的工作这么累 时间长工资低 还经常被客人为难 手上经常留下被砂锅烫伤的吧 他也常常抱怨 老娘明天就把这工作辞了 我一直留意着 公司有没有适合他的岗位 恰好公司前台怀孕 我向HR推荐了小鱼 小鱼面试结束后 HR给我发微信非常合适 我知道这里面多少有我的面子在 但无论如何小鱼终于有 那一份轻松体面一些的工作 公司有严格规定 禁止办公室练情 所以我和小鱼约定 在公司保持距离 不要有任何非必要交流 从此我们的作息同步了 就算偶尔我加班 他也能点一份外卖 在前台默默地陪着我 然后在我快结束时 提前二十分钟回家准备好水果 我们用周末走遍了北京每一个角落 故宫长城南罗古巷三里屯大跃城 小鱼用他的身份证办了一张银行卡 有主付两张卡一人一张 每人每个月把自己工资的二十打进去 作为结婚基金 我自己部门的工作也很顺利 一个编辑成长很快分担了我不少工作 他叫何毅是个北京土著家庭 条件很好 但丝毫没有背景土著那种懒散的玩主气质 文笔年轻幽默积极主动一点就通 事业和爱情都稳步向前 我觉得离自己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近了 国庆节我把小鱼带回了老家 老妈叫上亲戚张罗了两大桌菜 小鱼在厨房忙前忙后切菜端菜 亲戚见了多数大拇指 夸他贤惠懂事 当天晚上我妈拿着一个 红盒子一脸神秘地走进房间 从兜里拿出一个厚实的红包塞到小鱼怀里 妮子这是我们这边的礼数 没等小鱼拒绝我妈又打开红盒子 拿出了一个晶莹剔透的玉镯子给小鱼戴上 小千你瞧刚刚好 这镯子是我出嫁时你姥姥传给我的 现在传给你了 大小正合适说明你们俩有这个缘分 从老家回北京的路上 我一直在畅想婚后生活 但我没想到意外来得这么恶心 这么龌龊 国庆假期结束回到北京后 小鱼像换了一个人 常常凌晨一两点才回 我偶尔质问他 他就说参加同事聚餐 自己的工作是前台 本来就应该和所有同事搞好关系 大家才不会为难他看不起他 我也不好反驳 每次半夜被吵醒 我都反问自己 是不是真的要和这个女人结婚 还好部门业务的飞速发展 吞噬了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我每天加班改稿 假装一切都还和以前一样 我像一只沙尘豹来临时 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 但一场酒后的游戏 让我再也无法自我蒙蔽 做完一个六十万的大项目后 我请部门所有人去Lighthouse喝酒 玩真心话大冒险 合一赚酒瓶第一次就转到了我 合一一脸坏笑 问千哥有没有约过炮 我果断回答没有 所有人都敬了不会把真的假的 真的你约过 合一大方地说 约过啊就是我们公司的前台小鱼 我眼前所有的景象 都变成了脸盆大小的光斑 世界好像被打上了马赛克 连听觉也开始模糊 只能隐约听到合一的声音 那妹子叫声针 换了姿势 一晚折腾了此技术 后面他们聊了什么 我不知道我一个人不停地喝酒 有人拦我 有人抢我的杯子 我拿起酒瓶直接吹 我最后的记忆是 合一问我家住哪里 我说直接把我送回公司 我睡沙发 第二天早上 我从公司沙发上醒来 合一坐在我旁边 听到声响 他起身给我倒了杯水 他一脸无奈千哥 昨晚问你家庭住址 你非说要来公司 我看你喝成这样不放心 就在这陪你了 我看着他看着这个自己 当徒弟一样带出来的后背 看着这个睡了自己女朋友的男人 居然不知道该怎么发墓 我喝了口水 今天上午给你安排调休 回去休息一下吧 我打开微信 看到凌晨三 于静给我发了条微信 还在公司 呵呵 昨晚不知道又和哪位 激战到凌晨三点 到了上班时间 于静从前抬往我这看 不一会儿 我收到一条微信 昨晚怎么没回 你天天不回都可以 我一天不回怎么了 于静很久才会没怎么 今晚下班立刻回家 我有事跟你谈 当天晚上我跟于静摊牌了 你跟合一约过是吧 对还有谁没了 还有谁我说了没了 算了一个和十个都没区别 于静面无表情地 坐在床员玩手机 我像被激怒的恶犬冲上去 把他扑倒在床上 他开始挣扎 就在我嘴唇碰到他嘴唇时 我停住了我冲进洗手间 开始呕吐 昨晚喝太多 今天一天没吃东西 胃里像有一个破壁机在搅拌 于静帮我洗漱干净 把我扶上床煮了一碗粥 我握着他的手 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 于静流着眼泪点点头 他甚至都没有求我 他也没有说他做错了 但是我原谅了他 我安慰自己 他只是没进过这种圈子 涂个新鲜感 这件事之后 余静变化很大 一下班就回家 不再参与各种聚会 窗台多了滤纸 半夜不用担心被吵醒 清晨起来就能看到 热气腾腾的早餐 我又开始看婚纱 一切好像都回到了从前 但一切又好像美好的有点虚假 和小鱼的事情处理好后 我立刻接了一个大项目 某知名白酒品牌 需要联合一个公众号 在大跃城做一场文化活动 经费充足 利润率高 且对今后我们自身的品牌价值 也有很大提升 我们经过几轮竞争 最终利压最大的竞争对手 他知拿下合作 活动举行得很顺利 收尾工作是需要写一篇 女儿给父亲送白酒的文章 临近年底 我决定把它做成 入GC一项用户征集内容 主题是 女儿对爸爸的爱 大多都在酒里 邀请关注我们的粉丝 跟我们分享 自己给爸爸送酒时 有哪些有趣满心的故事 于今看到我在做这个稿子 一定要我也采访一下他 很快 他就给我发了一段 独幼儿园时 看到爸爸每天汗流加倍 总想着为他做些什么 爸爸每晚都要喝白酒 有一天 我看到白酒瓶子空了 于是我用自己的压碎钱 去超市买了一瓶白酒 吃晚饭时 爸爸习惯性拿起酒瓶倒酒 发现没了 一脸扫兴 我得意的从房间里 拿出一瓶白酒递给爸爸 爸爸拿起酒愣了一下 到了半晚 一边皱着眉头砸巴着嘴 说这酒真香 一边摸我的头夸我懂事 等我读到二年级 我才想起来 那次我买的不是白酒 是白醋 这段素材真实 有反转 感人 我当即决定采用 于静还特意叮嘱 你给我开个后门哦 一定要用上 我想让我爸看到我写的 他也能发表了 我一口答应 我们征集了几百段相关故事 精选了二十条 做成了一篇文章 效果很好 阅读量很快破了十万 公司和白酒厂商都很满意 本以为这个项目 就这样圆满结束 部门再开一次庆功宴 等着摧尾款就行了 谁知 小时候 后台显示 本文被举报抄袭洗稿 已被平台方删除 公司乱成了一团 而作为这篇文章的主笔 我无疑成为了公司最大的罪人 再仔细一看 举报方居然是和我们竞争 这个项目的死对头 他知 我马上召集编辑 开会审核 到底是哪部分的内容出了问题 最后发现 居然是于静写的那段 他写的这段小故事 两个月前 他只有一篇文章已经写过了 而于静连标点符号都没改 本来两家关系就紧张 他知立刻推文 拿着段话大做文章 网络上都是骂我和骂我们账号的 心里妈呢 没脑子就别写 偷别人的还说是粉丝写的 这锅甩的妞 我知道 这一回 百口莫辩了 我跟白酒厂商道歉 并表示补偿两次头条宣传 我跟老板表态 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我想起了那位上海领导的下场 直接开除 永不合作 圈内通报 这几乎等于业内就业性死亡 回到家 于尽一脸纯真的笑容 问我要不要吃果冻 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无知 还是彻底的恶毒 我问 你给我的那段文字 是从他支账号复制的 对啊 怎么了 你装成贤妻良虎的样子 就是为了今天吧 你如意了 我很快就会被行业封杀离开北京 他瞪着大眼睛 怎么会这样 发生了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我笑了 上海的领导是怎么被辞退的 他知道 稀稿的严重性 是我亲口告诉他的 现在他用在了我身上 因为你那段话 我被竞争对手指控洗稿 于尽哭了 对不起 我小时候的故事 真的和这个一样 但是 我觉得他写得更好 我就直接用了 我真的想让我爸爸看到 我写了他的故事 我什么都没说 我信了 因为我累了 没有力气怀疑 也没有力气争论 我处理好一切后续工作 向公司请辞了 老板跟我说 我这属于审核用户素材不利 不是有一袭狗 行业通报就免了 留了我一条生路 失业后 我开始尝试小说创作 房子还有一个月到期 如果不行 就回老家 在搜索小说资料时 我看到一个网站举办真文大赛 奖金数额可观 一等奖二十万 二等奖十万 三等奖五万 我决定用一个月的时间 写一篇小说参赛 练练手 顺便看看能不能挣点生活费 我给了于静一个月时间 让他自己找房子 分手后继续同居是一种折磨 我每天睡在客厅的沙发 于静更加肆无忌惮 常常后半夜才回来 有时干脆一整晚都不回来 有天 他在收拾桌子上的化妆品时 看到了电脑的屏幕 他问 你要参加真文大赛 是 我能看看你写的故事吗 不能 别误会 我只是想看看里面 有没有我的影子 我又一次心软了 尽管经历过几次的伤害 我已经见识到了他的恶毒 但我永远无法忘记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 他带给我世界的色彩 写完出稿给你 真正开始写小说后 我才发现 小说不难写 但是小说的结尾很难写 我写了五版结尾 始终都不满意 于静搬走的前一个晚上 我把写完的出稿发给他 我客套的说 可以顺便提提修改一件 他说 我是第一个看到的吗 你还发给了谁 发给了一个老读者 一个高中同学 还有两个朋友 他说 好的 他坐在椅子上看完了 说 我喜欢故事的最后一句 亲爱的 希望我们永不再见 这句话是我想对你说的 希望我们永不再见 我看到楼下搬行李的车 是合意的 我打开电脑 更新了已经荒废半年的个人号 这是我最惨的一个冬天 弄丢了工作 弄丢了爱情 丢了自己 我把那篇小说取名为 不再见 改完三遍后投稿了 投完稿后 我把行李寄回了赶州 在赶州市里租了个单间 所有电话都不接 所有信息都不回 我决定休息几个月 我想像电脑一样关机重启 清理掉一些垃圾 忘掉余境 忘掉北京 余境和合意的朋友圈 越来越同步 先是两个人发同一定位的动态 接着是发同一场景的照片 最后是合照 我知道 所谓的禁止办公室恋情 只对我这种失去工作 就活不了的北漂有约束 对合意这种北京土著来说 换一份工作就能解决问题 我在赶州躺试了一个月 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消息 平台工作人员联系我 我的小说在真文大赛 获得了三等奖 奖金五万 公式期一个月 没有特殊情况的话 下个月就能收到奖金 我把获奖的动态发到朋友圈 余境给我点赞了 两天后 还是这个平台的工作人员 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专三前您好 您的作品不再建 应被人举报抄袭 现今真文大赛评委商议 重新审核稿件 如确定抄袭 将取消获奖资格 这绝对是我的原创 我的电脑里有我的大纲 有我写的人物小传 有修改过N次的结尾 我跟工作人员解释 但工作人员说 评委们会根据举报人 提供的材料公平处理 赶我等通知 这让我彻底绝望 我开始彻夜的失眠 胃疼也时不时造访 我拉起行李箱 决定回老家 一进家门 我妈大喊了一声 你怎么回了 小玉店里不忙啊 我一头雾水 什么小玉 什么店 经过仔细盘问 我才知道 我离开北京后不久 小玉就已要和我一起 在北京盘的小摊位 做餐饮为由 找我妈打了五万块 我妈本来想打电话问我 我一直不接 小玉就说我项目忙 跟她聊就行 我妈去银行转钱时 职员还提醒 大额转账一定要小心 并反复确认收款人姓名 是转给余静嘛 我妈 是的 没错 这是我儿媳妇 刚跟我妈聊完 平台工作人员又发来信息 您好 您的作品不再见 已被确定抄袭 平台现已决定取消你的获奖资格 并将此恶劣行径进行公示 公告将于三日后发布 您好 能麻烦你把举报我抄袭的材料 发我看看吗 工作人员给我发来了一个连接 比我的参赛文章早五天发布 工作人员 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举报的 你的作品跟这篇文章 除了结尾和部分细节 其他地方几乎一模一样 我点开那篇文章 结尾是 亲爱的 希望我们永不再见 我笑了 当然是几乎一样 因为这个链接是我的出稿 我进入平台 准备看一看目前的官方公告 却看到自己的私信九十九家 我点进去 全都是不堪入目的脏话 明明官方还没宣布我的作品 因抄袭取消获奖资格 为什么现在就有这么多人知道 一篇帖子被顶得很高 是ID叫严惩抄袭的人发的 对比了文章内容以及发表时间 实锤我抄袭 又是于静 在这一刻 我忽然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我和于静直接没有天赐良缘 只有蓄谋已久 我可以容忍他的放肆和欺骗 我可以原谅他给我戴绿帽 但是糟蹋我的作品 欺骗我的父母 已经触及了我的底线 过往的人词与大度 是因为我还以为我们曾经爱过 现在 我也没有必要心慈手软了 我打电话给我已经离开北京了 你这样逼我有意思吗 于静继续演 啊 我上着班了 怎么逼你了 举报我小说抄袭的那个人不是你 骗我妈钱的人不是你 你妈那个钱我是借的 之后有钱了自然会还 至于你说的什么抄袭 我不知道 你还装 那个举报我抄袭的链接 内容就是我发给你看的出稿 那篇出稿你发给了五个人 我哪知道是谁要害你 求求你别演了 我在你眼里就是这种人吗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打断那篇出稿我发给了五个人 没错 但是出稿我写了五版结尾 只有发给你那版的结尾才是亲爱的 希望我们永不再见 于静沉默了 是我又怎么样 你有办法澄清吗 你的获奖资格被取消 那五万的奖金一定是我的 我不反击 不是因为我没有能力 而是因为我比你善良 现在 他耗尽了我对他所有的善意 我登陆平台 写了一篇澄清帖子 不得不说 于静骇人时 做事真的很细腻 那个链接的发稿时间 是他拿到我出稿后的第二天早上六点三十二分 我可以想象 他连夜在和一家整理好东西 早餐都来不及吃 就把我的稿子发在了网上 可他不知道的是 在他搬离我出租房的那个晚上 我因为无聊 在自己半年没有更新的个人号上 发了一篇文章 就是这篇出稿 我发文的时间 比他早八小时 我把最早的链接 发给平台工作人员 并写了一篇澄清帖 大家对一个恩将仇报的前女友 如何窃取作品的故事 十分感兴趣 很快就冲上了平台热搜榜第一 甚至有读者开始催更 经评为审核 而我的作品名次依旧保留 于静被封号 然而 这还远远不够 于静还在北京 跟自己的北京土著男友潇洒度日 我想起我们第一次相遇时候的夜晚 他的果冻与哈根达斯理论 当初的我对他来说是哈根达斯 但是当和一出现时 我就变成了果冻 在有条件吃哈根达斯时 他绝不会选果冻 我想 他不会止步于和一 他骗了我妈的五万 又想霸占我的五万奖金 忽然需要这么多钱 一定有原因 而最合理的解释就是 他有了更高的目标 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 一个借刀杀人的报复计划 开始在我心底酝酿 第一步 我必须要找到 于静下一个目标是谁 我通过手机号搜索 在各个社交平台 多关注了他 朋友圈近几个月的动态 看不出端倪 都是和何一的秀文案 微博都是转发的一美推文 短视频平台 都是他自己的自拍 终于 我在他的微博小号 等完了一张照片 他发了一张高尔夫球场的自拍 右下角故意露出了 高尔夫球杆的品牌 那上面有三个字母 SIM 这是我之前老板最喜欢的 高尔夫球杆品牌 一根球杆二万起步 原来 他的胃口已经大到这个地步了 确定了他的下一个目标 接下来的事情就不需要我做了 我给何一打了个电话 小和 最近和于静处的怎么样 多谢千哥关心 小于很贴心 我准备过阵子 带他去见父母 那就好 千哥 你怎么一上来就问小于 都不关心我 关心一下前女友 怎么 不行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千哥开什么玩笑 没跟你开玩笑 小于是我前女朋友 我介绍进的公司 你跟他跃炮的时候 他是我女朋友 千哥 对不起 我是真不知道 我把一切都跟何一讲了 你不用担心 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 我是来帮你的 你的意思是 他现在还在勾搭别的男人 准确来说 他是在爬楼梯 你是他的垫脚石 难怪 我感觉他最近有点奇怪 怎么 我和小于在一起之后 就从公司离职了 后来好几次去附近谈项目 在公司前他也没见到他 他说老板让他出外情了 我心想 他倒是没骗人 陪打高尔夫确实算外情 何一继续说 他还找我借十万 说是家里建房子 你借给他了吗 原先我准备这几天找家里拿 千万别给他钱 你这几天多关注一下他的行踪 还有我们前老板 说完 我把电话挂了 接下来 就看何一发挥了 当天晚上 何一给我回电话 千哥 他根本没去公司上班 跟老板两个人挽着手进了一栋公寓楼 你没跟他摊牌吧 没有 你准备怎么处理 何我想分手 但是咽不下这口气啊 我自己倒没什么 就是千哥你 工作丢了 家里五万还在他手上 你妈传家的手镯也搭进去了 那就灭了他 杀 杀人 不是 比死亡更痛苦的是 看着即将到手的梦想破灭 他想得到什么 我们就毁灭什么 我懂了 那我们必须先知道 他拿这么多钱想去干什么 要不我怎么说你误信好 通过仔细调查 何一最终确认了 于静拿这笔钱 是想去整容 我点开他的微博 难怪 这么多医美信息 我恍然大悟 老板 整容 医美 串起来了 老板白手起家 在北京立足 早年投身失业 而立志年后 身边都是花里胡哨的网红脸 于静是想依照老板的口味改造一通 以便更好上位 而我和何一 就是他上位的台阶 既然明去了他的目的 那就好办了 一边 我让何一 以家里做生意 现金流周转紧张为由 引导于静去贷款 并且保证 一旦周转过来 就立刻帮他还上 另一边 我打电话给正在金三角流浪的阿灿 让他给我介绍一个贷款机构 催债手段越丰富越好 阿灿 怎么了 缺钱 还是别碰这种贷款 不是 一个骗了我妈五万的前女友缺钱 阿灿 懂了 干这活 阿灿很靠谱 十分钟就给我推了五个 备注 这几个我都欠过 那催债手段是真黑啊 你上次收到我的裸照 就是第二家发的 我回复 行 我把其中一个贷款机构 推给何一 并叮嘱他注意两点 一 告诉于静 收款卡只允许使用农业银行卡 二 机构一放款 立刻给我发消息 叮嘱这两点 是为了拿回我妈被骗的钱 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日子 我想娶她 我每天看不同的婚纱摄影风格 看不同的蜜月度假路线 甚至和她办了一张婚礼基金卡 那张卡 用的是她的身份证 她手里拿的是主卡 我手里拿的是负卡 都可以取钱 在何一的引导和承诺下 于静带了二十万 于静很开心 因为她觉得 既然和一家周转完就会还清 那干脆多带一点 这是她的性格 既然是免费的哈根达斯 为什么不多吃几杯 第二天 我早早守在农业银行 自动取款机前 何一发来消息 一 这是我俩的暗号 意思是成了 我开始在自动取款机 机前快速操作 重复取钱 一天的取款上限是五万 刚好能把我妈的钱取回来 我之前存在里面的 就当喂狗了吧 我刚取完 手机响了 对面是余静的怒吼 砖三千 你他妈的是不是男人 你这是抢劫 你可以去报警 这是你欠我妈的 卡里还有几万是我的 我也不计较了 王八蛋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我等着 不过 我觉得生不如死的会是你 挖的第一个坑 她跳下去了 她着急攀上老板 过明园生活 没时间思考 也会很快跳进下一个坑 何一的表姐 是做医美整形的 何一做了个顺水人情 给表姐介绍了生意 而自己女朋友做手术 何一和请求全程陪同 于静的手术分为三处 割双眼皮 垫鼻梁 龙胸 每一项手术都很顺利 恢复完成后 我让何一事实告诉他 家族生意周转好了 贷款已经还清 而于静也非常巧合的 在一周后觉得该分手了 何一答应了 因为他根本没还贷款 于静的朋友圈 开始频繁出现老板的影子 一开始是手 最后是人 而我也知道 是时候放大招了 那时候 为了自证清白 我写了一部分 我和于静的情感经历 冲上平台热榜第一 这次 我决定全部写出来 不仅是我的 还要加上何一的 我把他怎么劈腿 骗钱 陷害 尚未的过程全方位展现 对于身边的人来说 里面的很多细节 就差直接爆出于静的身份证号了 我和何一把帖子转到朋友圈 紧接着原先公司很多离职员工转发 再后来 前公司所有人都在转 前同事给我发消息 钱哥 太狠了 老板在办公室里 用高尔夫球杆 把Mark屏幕都砸了 于静被老板抛弃 而于静在接到无数催债电话后 才发现 何一根本没有帮他把贷款还清 他每天被催债电话骚扰 手机被垃圾短信轰炸 同事 亲人 朋友都收到他的欠款信息 背上贷款 被老板抛弃都不算惩罚 这仅仅是开始 他只需要顾忌重施 就能东山再起 真正的惩罚 还需要一段时间 在此之前 我要先去安抚我妈 我收到一个北京寄来的快递 刚签收 就收到何一发来的消息 千哥 这么珍贵的东西 他不配戴 我知道一切道歉都没有 总之 感谢栽培 铭记在心 住好 我打开 里面是我妈给于静的传家镯子 我把五万现金和镯子拿回家 我妈看到这么多现金问 赚大钱了 不是 小于还的 咋还的现金呢 银行转账多方便 我们分手了 他说顺便说一声再见 把镯子也还回来了 哎 你们年轻人哪 不懂珍惜 没那个缘分吧 小于是个好姑娘 你没让人家伤心吧 妈 你放心 我不是什么好人 但肯定不会干坏事 一个月后 于静等来了真正的惩罚 何一给我发了一张照片 于静仰着头 鼻尖发黑 像狗鼻子 于静整容前 我对何一说经费不足嘛 刚好用了一般般的材料 刚好请了一般般的医师操作 刚好又在你姐的医院 刚好又有你的全程陪护 就不出意外的出了一点意外 何一回 懂了 何一在鼻子夹体上动了一点手脚 鼻尖夹体发黑 只影响美观 不影响健康 他可以凭借自己的劳动继续生活 但再也无法靠踩着男人 去实现自己的哈根达思梦想 其实 从一开始我就在自欺欺人 在于静眼中 没有夜晚的邂逅 也没有憧憬婚姻的幸福 只有精准的安排 早前 我多次因公司接待 去他工作的粤菜馆吃饭 消费不低 那天 他下班看到我抽着烟 把手机放在路上 毫不犹豫的踩爆了我的屏幕 搭上话后发展恋爱 在不断暗示想换工作 在去过我家后 觉得我家里的条件并不能满足他 又或者 他根本不在乎我的家庭条件 他只是利用我 获得一份可以接触更多优质男生的工作 比如说年轻的北京土著合议 为了和合议在一起 为了不露线 他不得不逼迫我离开北京 并毁掉我的事业和生活 为了和老板在一起 他不得不抛弃合议 借钱整容 为了向上 他真的够狠 够努力 他只做错了一步 就是尝试折断我的笔 不然他可能真的成功了 我把和北京的一切都删除了 就当我从来没去过 我把青春 热情 纯真 浪漫 都留给了北京 现在我不能996 挤不动地铁 想要的不多 所以只能逃回故乡的怀抱 我再也不会怀念 脏摊深夜食堂 我再也不会嫌弃 东外邪界的狗屎 我再也不会抽双爆竹爱戏 我尝试开始新的生活 我把手机放在路上 蹲在干州的马路牙子上 抽金圣 一双高跟鞋停在我跟前 我抬头 看到一个长发姑娘 她说 手机别这样放 容易出事 我把手机揣进裤兜 谢谢 她继续往前走 我起身望着她的背影 转身把烟掐面 果然 如果不是蓄谋已久 根本不会有故事 对不起 我已经喊不出亲爱的了 希望我们永不再见 玄文完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